雅如意大利烧烤 它就在这个桥旁边基隆路上的270号2楼 有看到这个很旧的招牌吗 因为它已经开了好久了 我觉得是好妙的地方喔 我们直接用这个盘子帮你送烤肉好不好 这盘不要把它叠起来 不要弄到自己好不好 这是我们的开胃菜 先来抓起喔 很妙的一个点 但是我觉得它既然能开二十几年 应该除了价格之外 还是有它的优势在 所以我很期待今天看看能不能尝到不同口味的东西 其实光看水果 有一般像中原普渡在拜拜一样 就是好多喔 整个桌上都是欸 然后生菜的种类也很多 我觉得很棒啊 因为通常你如果去吃烧肉吃到饱 或者是去吃火锅的话 其实不会搭配那么多蔬菜 那它这个其实是走摇烤路线的 如果说它要让你能够更健康一点的话 应该是要搭配这么多的蔬菜跟水果会比较好 应该是要搭配这么多的蔬菜跟水果会比较好 很像一瞬间有在游览车上的感觉 吃完一些沙拉凉菜之后 这个桌上它会有就是随时送上来的到你座边去 就像老板这样子拿一餐到处去拔 然后它会用有回音的广播介绍菜色 我这块颜色也太棒了吧 菲力牛肉 一点湿 南瓜起司 我们都吃点加个胡椒盐 干好吃哦 那这是什么 这是拉茶 拉茶 有咖啡因 咖啡因是咖啡 才有咖啡因 才有茶因 有吗 这有茶因 烧辣 没关系你不喝我要喝 还有一位来的话再给他好不好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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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不吃 好吃 吃不吃 好吃 好吃 不用管我们关机王 因为那个我们没在用 跟那边可以 哎呀好大喔 好大 我们刚下来的肉而已 对吗 对 肉物来吗 第七三 公车啊 因为我坐电车 第七三 280而已 第七三是计程车 就是APP 第七三就是计程车 但是你用叫的可以打字 是哦 我以为那是 但是桃园可能没有 可能只有台北才有 那你们有来的 你怎么胖胖的啊 不会这样吃点这样的 对啊 他太大吃了 就被养胖了 那一百公斤 这个是瘦一点 多发型这样很好看啊 可爱啊 你现在必在加拿大 在那边 就一个人啊 验书的话一方面是 就是台湾的自选嘛 另外一个是 我那边读书馆有那种免费的英文课 那就去每个地方可以去读书馆 所以这样一玩 看得出来有二十几年的痕迹啦 因为我没有看过世家的里面长得怎么样 里面长这样 看起来就是 为什么好像可以看街的感觉 好 我不敢吃 谢谢 这边 这边买完单之后 就结束了 一家的奇幻之旅 这个地有点油油的 下游梯要小心喔 旁边有扶手要扶好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买两个 两间零宅打风 改 贱的 给你們看 咱们 有点 购买 来 我 要